7.56亿 中国移动被气购金额创记录 近期被大笔气购的都有谁 中国移动披露发行结果 网上投资气购7.43亿元创A股记录 今日晚间 中国移动披露了发行结果 作为近十年A股最大的IPO 中国移动上市动态备受关注 值得注意的是 发行结果显示 中国移动网上投资者 气购金额为7.43亿元 网下投资者气购金额为1270.49万元 总气购金额达到近7.56亿元 此次中国移动的气购金额 直接刷新了A股记录 据温的数据显示 在中国移动之前 气购金额最高的是有储银行 该股网上气购金额为6.16亿元 网下气购金额为3747万元 总气购金额为6053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移动23日晚间披露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初步配售结果显示 19家战略投资者获配数量共计4.22亿元 约占利协前公司本次发行总量的49.90% 合计认购金额达243亿元 金股不败的神话被打破后 近期频现新股被气购的现象 据财联社统计 网上气购金额居于前十的个股中 核卖股份 百计神州 盛美上海 迪亚股份等 据为近期上市的新股 作为史上最贵的新股 核卖股份被气购金额超3亿元 被气购的金额也一度刷新了近期新高 不过该股上市首日并未如预期般破发 反而在上市首日一度大涨近50% 一间最高盈利超10万元 但另一只被气购近1.99亿元的明星股百计神州 就没那么幸运了 虽然有利捷护盘 但该股12月15日上市首日级大跌16% 自上市以来 相较于发行价 该股跌幅近24% 4% 6% 7% 7% 7% 8%